没想到一代祸国殃民的妖狐被阿娇演成了一声吼 大地都要抖三抖的巨型神兽 要不说是打击 你还以为是市面上哪个重军求偶的富婆呢 这部平分2.8的网大风神打击 阿娇几乎吸引了差评的全部火力 不仅如此 他还一口气接了另外三部网大邀约 主流市场似乎真的在没有阿娇的一席之地了 人身攻击我们不赞同 但阿娇堂堂盛世美颜 沉溺在粗枝滥造的网大里 到底是想不开还是想开了 理论上说阿娇的资源是从08年起不断下跌的 当年那件事之后 说是女明星里阿娇第一个出来道歉 面对闪光灯 黑傻很天真 是阿娇当时唯一能想到的话 他不恨陈冠希 怪只怪自己做了傻事 接下来的三个月 他把自己锁在家里 不上网 不看电视 不读报纸 可随之而来的是付诸之后 铝造滑铁炉 而作为事件里的另一位女主角 张伯芝事发后第二天到上去拍广告 等态势逐渐放缓 就出来大骂成关系 说他猫咕老鼠贾思贝 之后还和刘嘉玲 曾子丹合作了最强喜事 接连拍摄了 《杨敏女将之》 《军令如山》 《河东施侯2》 《事业版图》 《不将反曾》 事实上 这二人的走势并不是玄学